这边的话狼队对阵WBG 第二局下半场一个必须四抓的鱼女 那么问题来了 就是这局我觉得吉野跟上一把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如何快速击倒 你如何快速击倒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怎么才能够击倒 你才能够滚起这个雪球 对面四个狼人对吧 这四个人古董商 我今天第一场的时候给大家说了 来把那两个字打在公屏上 古董商打鱼女 对啊 我们说抓个玩具商是个软妹 那古董商是什么 有没有观众记得的 剩下两个人呢 一个能飞一个能冲 就我也不知道这边如果说穷者不失误的情况下 该怎么去形成一波 他要多快的一个击倒 他要多快的一个击倒呢 就是60秒的击倒 就是你第一刀在闪现好之前打 然后闪现好了就能形成击倒 这个局是鱼女有机会的 因为他带底白的嘛 是有机会能赢的 但是如果说拖到80秒之后 其实鱼女的银面就很小很小了 当然他可以保瓶 保瓶是没什么问题的 保瓶是可以写剧本的 但是银就 这边水气伤害出来了 1分15秒 这边距离跟进 然后有一个勾 要注意这边有个勾 这个勾 还是慢 这个没办法 不是说他打的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把鱼女在这个点位抓病患 一个有三沟双弹的病患 真的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但是核心问题还是 节奏不够 就球者这边大 可以选择什么呢 不救 当然因为狼队就是优势够大 他们跑一个就行吧 那这边救一波 救一波的话呢 后续有哭泣小丑 有古董伤 不过这波稍微救的快了一点点 稍微救的快了一点点呢 导致他们的密码机其实不太够的 需要这边古董伤救完人以后打架 把这个局面 好像是 但倒的这个位置不太好 这个位置的话古董伤好像 因为他们这边可能是想打楼梯战 但是 落下来有没有棍 有 再来 两棍 可以 这功能交出来了 挡到一刀 那完了 那机子够了 一波冲刺 算一下 这边一勾上二楼 还是 一个趋向于平局 密码机呢 其实还差一点 不过这边的话 待会古董伤可以再打一轮 我们看看情况啊 因为现在古董伤是个半血 然后古董伤是没有大音藏的 要么待会让枯起小丑来救 我们算一下 这边42的机子是 佣兵和古董伤在修 让佣兵来救 应该是让佣兵来救 应该是这样子 佣兵来救 古董伤修机子 吉野这边的话 丢叉封机子 好像封不到 封不到的话 正常做防守呢 佣兵这边血线卡一下 私人开门战了 私人开门战了 我本来以为他们这边 刚才想的是楼梯上面打 没想到这边是 让你佣兵跳下来 然后打一轮 还真让打到了 枯起小丑这边 开着火箭炮去天门 两个8比1吧 应该是 四跑应该不太能行 因为毕竟这个 病患手里面 没有任何东西了 没有道具了 也算是尽力了吧 但是很可惜的 就是被打了一波 那个古董商的偷袭 没有想到古董商会在这个时候 这个位置来这样的一波偷袭 大意了 没有闪 没办法 没办法 这真没办法 打狼人 说实话 这把极业前期的一个机导 就极业就是没防这波古董商 但是这个古董商 全程不在视野当中 你也 你也不太好防 无论